2024年2月23号 今天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周年的纪念日 整整两周年了 那么在此呢 首先说一下在老王 沉痛勉怀一下那些 倒在捍卫国家主权 捍卫领土完整 抵抗俄国侵略者的战场上的乌克兰英烈们 同时呢也预祝或者叫诅咒啊 发起这场侵略战争的战犯 普京早日下地狱 勇士不得超声 越早越好 但是咱们也能做啥 不也只能做这个了吗 战争爆发之初 咱们还要一边跟黄鹅 中国的那些鹅粉们 把俄国当祖宗 把普京当亲爹看的那些 叫鹅杂是吧 跟他们去较劲 现在呢想想也没什么意义 咱们也教育不了他 也掰不正人家 人家到今天依旧是把普京当爹看的 把俄国当宗祖国看的 况且呢 这两年过去了 也不只是中国有这种现象 甚至呢在韩国都有大量的韩裔 华人 甚至本身就是韩国人吧 也是把普京当爹看的 整天在那呼吁和平和平 他们所谓的和平 就是让乌克兰放下武器 立即投降 强烈谴责 泽连斯基的抵抗行为 他们认为泽连斯基 就是为了一己私利 才死活不投降的 因为只要他一投降 俄罗斯的去纳粹化军事行动结束 泽连斯基就失去权力了 所以呢 这泽连斯基就想把乌克兰打上最后一个人 也死活都不在投降的 真不知道这帮人怎么想的 想当年 北朝鲜入侵韩国的时候 那几天时间就打过三七线 韩国就打上一个釜山的弹丸之地了 再努努劲 如果麦克阿瑟不登陆 美国不管 联合国不管 不组成多国的维和部队 你们韩国这块地方 你们韩国人民 今天不也得管金三胖叫爹吗 是吧 为啥老王老谴责国际社会没动静 所谓的制裁 所谓的谴责 甚至给钱给武器 都不是老王觉得国际社会应该有的动静 这些方面的确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真正的需要你们执行的是啥 咱们再讲执行和维护 是吧 靠嘴吗 靠钱 打台湾 我捐一个月工资 胡锡进儿子上战场 我捐俩月工资 张维为儿子上战场 我捐八大月工资 老张有钱 是吧 这是打啥呢 不就是打嘴炮吗 看着别人死去呗 反正跟自己没关系 该吃吃该喝喝 换言之也有很多朋友说 美国凭啥管你啊 那联合国呢 联合国也不应该管 是吧 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 今年七月份就要当主席的 就是俄罗斯 就他干的 联合国跟他 蛇属一窝 狼狈威艰 穿一条裤衩 是吧 你现在看 也的确是这样 联合国和哈马斯和中东那些恐怖组织穿的都是同一条裤衩 都是他们养活的 对吧 为啥老王要提韩战啊 想当年如果像现在这样发现北韩不宣而战对南韩开战了 然后呢谴责制裁北韩怕你制裁啊 到现在为止全世界遭受制裁第二严重的第一严重的是最近这两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的俄罗斯第二严重的是哪啊那不就是北朝鲜吗 制裁了这么多年怎么样了人家怂了傻了饿死了金三肥的流油那不该吃吃该喝喝吗 拉肥喝着喝牛罩着是吧能怎么着了人家怕你这个 咱之前讲过所谓的制裁这事你再狠的再严厉的制裁制裁的是谁啊 是这个政治党派还是统治者 萨达姆怕你制裁卡扎菲怕你制裁巴萨尔阿萨德怕你制裁还是金三胖怕你制裁 还是普京怕你制裁你看看普京一出门啊定制的西装穿的也很精神啊 是吧怕这个了制裁到最后不都是老百姓倒霉吗 想通过制裁的手段逼着老百姓揭竿而起不可能 都饿的没劲了你看北朝鲜 就算政府官员那一个个的面黄鸡兽皮包骨头能造反他手里有啥呀 对吧李自成造反能成功为啥当时他跟朝廷的武力值没差多少朝廷拿的砍刀 这边拿的锄头他照样能打两下是吧了不起五个打一个呗 那现在呢拿着冲锋枪拿着坦克是吧对着人群就敢扫射对着人群他就敢开进去就敢压 你现在怎么造反啊不可能啊那就只能倒霉了呗想当年韩战爆发的时候如果美国还是这个态度 全世界也是这个态度联合国也不组成那个多国联军 你现在的韩国面对着两个不要命的拿人命当草芥的一个姓金一个姓毛 你要多少人给多少人就用人海战术愣堆 死60万不够再死60万 中国有那么多人呢 中国人民死一半也是人口大国呀 这就还不是李毅发明的 也不是什么纪连海呀什么戴旭呀这些少将这些猪狗们发明的 这句话是毛泽东发明的 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啊建议在中国打把西安以东都打成核战场 无所谓中国人民死一半也是人口大国 这个是老毛发明的 就是你们南韩面对这样的暴军是人命如草芥的暴军 甚至就是觉得杀的少的暴军 死人死的少不杀几个他都睡不着觉 他觉得不好玩 金日成不也这个祸吗 斯大林也是这个祸呀 只不过当年的斯大林是没空 把主要的兵力部署在欧洲方向 是吧 所以呢斯大林只给武器 给老毛给人给钱给武器 金日成呢全民皆兵啊 你们当时怎么不谴责制裁 对吧到最后半岛早统一了 是吧 那现在怎么就觉得给钱给武器给制裁 乌克兰就能够战胜一个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呀 并且呢俄罗斯帝国屁股后面还跟着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呀 不惜一切代价不遗余力的支持啊 乌克兰能打赢不可能打赢 上次是马斯克在自己的推特上聊这个 说乌克兰是不可能赢的 俄罗斯也不可能输 被咱们还给一顿狠批 是吧 但是从侧面一讲呢 他说的就是一个事实啊 你如果国际社会还是这个态度 乌克兰别说再打两年再打一百年 打上最后一个人 他也不可能赢 俄罗斯呢 也不可能输 你光制裁一个俄罗斯 俄罗斯能输吗 欧盟又把几家中国的涉嫌支持俄罗斯的企业上了实体名单了 这要挑明了 泽连斯基也宣布把几家中国的企业拉入黑名单了 有屌用啊 人怕你这个 怕你这个吗 是吧 大国早就已经做好了内循环的准备 早就已经做好了闭关锁国的准备 疫情三年 对外毛都没有 纯粹的闭关锁国 到今天 中国人民怎么样了 中国怎么样了 中国的民营经济崩溃 崩去呗 崩的是老百姓的经济呀 崩了既得利益集团 权贵们的经济了 日子不也过得好好的吗 是吧 人家怕这个 老百姓怕这个 所以很多的经济学家 老分析哎呀 上边这群傻子啊 这群蠢货 这再这么下去 中国的经济就完了 人家一点都不蠢 人家已经计划好了 这就是人家要的目的 咱说了两三年了吧 这话 不干倒民营经济 不干费民营企业 计划经济怎么实现啊 是吧 不把外商外资外企都赶跑 怎么样实现内循环啊 怎么样又退回到毛时代实现伟大复兴 做出他那个帝王梦啊 是吧 中国梦是啥呀 从提出来那天 那就是皇帝梦 对吧 什么叫伟大复兴啊 那叫伟大复辟 复辟啥呀 复辟老毛啊 毛主席万岁才是他最终的目的 是吧 一个人从小被欺负 受迫害 长大了之后 他想当警察 他想主持正义 不可能 他最羡慕的是成为那个人 他想去把自己年幼的时候 少年的时候所遭遇的那些 屈辱那些迫害 成倍的成百倍的 还给所有人 让所有的人再重新体验一下 然后呢 他也想感受一下 欺负人的那个快感 这是我对一个人的看法 往往都是很准的 2013年之前 我就有这个看法 所以呢 一切都不是说老王在这想当然 你只要继续这样 他就一定是那个结果 这是作为企业的管理者 或者一个经营者 他必须要具备的一个素质 你说他是逻辑推理也好 你说他是一种直觉也好 都无所谓 他就是准的 往往都是最准的那个直觉 所以呢 两周年到今天 咱们逼逼一会儿 老王允许老王 催会儿牛逼利利牌坊 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的 24小时 48小时 72小时 大家可以回去再翻 你看老王当时在说的那些话 聊的那些事 做的几个判断 是吧 只要普京不死 这场战争就结束不了 只要国际社会还用着给钱 给武器 喊口号 喊制裁的方式 所谓的支援乌克兰 那么这场战争就几乎没有结束的可能 那么今天再加上一条 乌克兰已经停了两年了 坚持不了多久了 我说的这个坚持是 乌克兰青壮年的 人力已经出现了巨大的问题了 现在征兵已经征不上来了 国际的这些所谓的拥兵团体 也已经打够了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你看俄乌战争刚爆发 前边三个月 那是全世界媒体 政要 所有的组织 必须或者唯一关注的事情 其他的事仿佛都不重要 半年之后呢 零星的报道 一年之后呢 偶尔能看见一点 发生点什么大事了 乌克兰加入欧盟了 北约有什么动向了 美国有什么动向了 联合国通过了什么决议了 仅此而已 甚至就包括我 泽林斯基发了点什么推特 以前我肯定避转的呀 现在看着了也就是看看 是吧 两年了 两年之后呢 有太多的事 值得大家关注了 是吧 甚至都觉得 俄乌战争 没什么值得聊的事了 打呗 咱们观众围观的人 都已经累了 何况深陷战争泥潭里的人呢 八年抗战的感觉 是吧 打到最后 什么死人啊 什么战役啊 谁胜了 谁败了 基本上都是那种 感觉 很没有新鲜感的东西 是吧 就跟国内前段时间 老王还提了几句 当然我提的点是错的 说是国外外国都在看英伟达 看 Sora 看 OpenAI等等的高科技 都在发展高科技 中国在关心一个高中老师 勾引 一个学生 搞破鞋的事 但是 这种新闻能够在中国 挂在热搜顶上 挂半个来月 大小的媒体啊 全盯在那 趴在上面看 老王以为是一个恶趣味 喜欢看裤裆里面点事 但是呢 我还是幼稚了 你看吴京 说吴京 艾滋病的时候 老王能翻出来 背后他肯定是有点缺德事在干 那么高中老师搞破鞋的事呢 背后也藏了一个呀 藏了啥呀 贵州的山火呀 贵州山火爆发在18号啊 烧到今天啊 烧了多少天了 五六天了 贵州山火爆发 哎 女老师就搞破鞋了 就泄密了 然后呢 哎 大家都看这个去 山火已经烧了三分之一的贵州省了 甚至今天广西百色的山上也着了 哎呀 没看见 完全没看见 是吧 到今天看见呢 完了 当地政府出了一个通告啊 两百多处山火已经扑灭 但同时呢 当地网友还在发 当地的牛啊 猪啊 又被烧死了 什么山火又已经烧到了什么什么春 什么什么县 是吧 嗯 现在再看 完了 啥都完了 一场席卷了三分之一 贵州省的山火 都能够盖住 都能够用舆论的引导手段 来消弭掉 是吧 你看中国多厉害 哎 那你说 相比国际上的事呢 是吧 最起码我这儿还要看大量的英文资讯的新闻 嗯 要是光看中文资讯的呢 那就剩下搞破鞋的事了呗 是吧 连俄乌战争到了哪一步 现在怎么样了 中国简体中文区的资讯 基本上都是被加工过的 得到的所有的东西 都得用脑子重新过一遍 甚至好多的截图 啊 看着挺像是推特的加了个翻译 然后有个截图 我看到这种东西发到我手里 我都得去搜一下那个博主 一点点往上翻 看看确定是不是这个博主说的 因为很多时候那都是 人名 比如说马斯克 拜登是真的 然后下边的 那就不知道哪个王八蛋编的了 然后检查一下贴上 你还看不出来可像了 时间日期转发全有 然后你按照时间线到那个人家的博客上啊 推特上一看 人家根本就没说这句话 所以呢 哎呀 老少得了 是吧 搞得一聊这个事心情就不好 我也知道 一聊这个事肯定有一群人在下边要给我科普 老王你不懂什么叫历史的原因 你不懂什么叫地缘政治 对 你们懂 你们懂 好吧 我啥都不懂 拜拜 这个 你们就偷着乐吧 好 好